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歌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迪士慈禧再聰明 都沒法止賊這個死角 你要怎樣才能放過安德海 你又何曾放過我 上天是要你遺秋萬年 燕影實在意興蘭傘 與其刀鋒曬血不如急流勇退 歌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師父, 字畫當作很好生意嗎 沒生意的 字畫多數是送給人家 我們買一間大屋給你 想你享享清福 你又拿虎離身 有空去游山換水 我猶言自得, 不亦樂福 你休息一下自己就好了 我甚麼都放下了 我問你, 他怎麼樣 你怎麼樣 你別裝傻裝傻了 我知道那個善傭有收書給你的 他本來想做老本行梳頭 但是這裡聞風順撲 沒有人找他梳頭 所以他就開一間店來賣大包 你要見見他吧 很漂亮的大包 又熱又大又粗料, 哥哥 過來看看, 很漂亮的包子 三支包, 過來看看 再這樣下去, 遲了關門大吉 剛剛開店要收一段時日 給點耐性吧 放心吧, 繼續做下去, 總一轉機 很漂亮的包子 又熱又大又漂亮 過來看看 姐姐, 過來看看 新鄉太后請安 免禮 謝太后 怎麼樣?皇上怎麼樣? 回太后 皇上似乎感染傷寒 何以接連服藥, 還沒有起色? 傷寒有濕溫、熱病、溫病之分 種種不同, 但是… 吞吞頭痛 三淳, 你說 到底皇上是甚麼病? 回太后, 自作晚起, 皇上病情告急 不但全身發冷、發熱, 還長出紅塵 如衣懷疑, 皇上染上天花 天花? 天花無藥可治 皇…皇上起飛? 太后…我們會染上天花的 太后, 千萬不可 本宮要見霞兒, 無人可以阻難 太后不要過去, 太后會染病的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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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已經絕跡, 不會是天花 皇兒只是小病一場 你一定會熬過去 皇上 皇上 你不可以過來 你是皇后 侯宮一切還要你把持 你不可以害病 皇兒 皇兒 你一直都想做個好皇帝給我看 額良知的, 你答應過額良 你要勤政愛民 要令大清富強 君無棄宜 皇上 你的書法就要算數 額良還要親自見你, 君臨天下 皇兒, 你要堅與盤石 任憑雨打風吹 你也不可以倒下 孫兒 孫兒, 是不是真的無額 神該死 雙喜怎麼說 我不是叫你找雙喜斷政 他醫術高明有如華陀再世 又如何 他現在有藥行屍酒肉 我跟他說什麼他都無動於衷 三信, 皇上病成黑不容容 你馬上去預約房走一趟 去呀 是, 奴才馬上去 公主 吃了這麼多副藥, 你覺得怎麼樣? 你要堅持下去 你的墨長開始患疾幼稚 你聽到嗎? 你吃了藥就會好 你吃了嗎? 姚雙喜 孫兒醫束手無策 皇上咳嗽不斷傷害未止 做夢中病情反覆 視熱發冷, 視熱發熱 還全身長毛紅疹 孫兒醫環兒… 孫兒醫環兒是天花 那應該怎麼辦? 媽媽 你怎麼拾問狗不應 我不是黑心的, 我也希望公主可以醒得回 但你不眠不休, 守在公主身邊也不是法子 是呀, 我是忌仇 果然只有鑑先生就打死你 但也比看見你現在這樣 有如行屍走肉 你醫者父母心去了哪裡? 我不是來求你的 你當我求你了, 姚雙喜 事婚援金興草 如果皇上有事, 大清江山怎麼辦? 怎麼辦?你可不可以先去救皇上 再回來救公主? 你出一句話 皇上的病難以對症下藥 是因為藥理已經改變 皇上體質陽虛氣藥, 用藥不宜過難 再加上他日夜粗辱, 肝火長黃 容易肝經受邪 原本傷害, 變成肺乎痕 所以越服藥, 越嚴重 究竟皇上是肺乎痕, 還是天花? 如果真是天花, 我也會天罰術 皇上是肝經血熱, 肺經瘋熱 引發血風瘋 不是天花, 那就是皇上有救了 早午晚節被皇上服用 五天之內必定病血 太好了, 皇上有救了 你早就說了 我以為你已經溫溫迷迷 為了公主的病一拳不振 連皇上有病也自若望民 皇上, 我很清醒 還比任何人都清醒 公主醒來之前 我是不會有事 什麼奇難雜症 我都有法治癒我 一定可以救回公主 公主她一定會醒來 姚雙喜?姚雙喜? 三少爺, 我言出必須 公主醒來之後 我一定會在德海份前 親手還回一條命給她 皇上, 皇上你醒了 皇上 昨晚你病了很多天 皇上, 你終於病了五天 你怎麼沒下床? 五天 這樣就沒人理症 有六王爺處理好過事 皇上大可放心 行, 一定有很多奏捷尚未批餘 起家 皇上, 保重龍體 皇上, 你還要起家 朕是一國之君 江山社職都靠了朕 朕一定要起家 皇上 皇上 皇上, 你再休息一下 三少爺, 起家 皇上 和義心是國事是好 但是還是要保重龍體 羅塞向太后請安 免禮, 謝謝皇太后 兒臣向押娘請安 皇上, 退了熱就好了 你帶病初遇 要好好的安心靜養 國事就交給六王叔 朕已經傳遇 切勿調以輕心 聽阿良的話, 先養好病吧 皇上, 二臣就聽阿良的話 皇上, 個個都以為你染了天花 偏偏太后就不顧一切 日夜守候在床邊跟你聊天 是呀, 皇上 阿良, 奴才見皇上你雖然迷迷糊糊 但是口中不停地叫押娘押娘 皇上以後要好好孝順太后 你們無需吹捧 天下父母心都一樣 皇上是我骨肉, 孩兒有病 押娘心如刀割 是理所當然的 阿良痛惜二臣 二臣又怎會不知道 即使二臣在病塌上 不能夠清楚聽憎阿良每句話 二臣仍然記得 阿良淚眼迷夢 只要皇兒龍體安康 阿良, 阿良沒所求 要令阿良擔心 二臣一定要好好報答阿良 你不激阿良, 就是報答了 二臣答應阿良 二臣不會再激阿良 阿良, 朕一定會堅如盆石 不具風吹如打 治理好大青江山 一定會做一個好皇帝 好, 阿良拭目以待 果然是弱刀病除 皇上和皇后都稱讚你是在世華堂 這壺學年養生共酒, 皇上賞你的 群衣都束手無策 你兩三下板斧就迎刃而解 你的醫術早已是如意之上 你不得了 你整天都沒有米道土嗎? 原來蘭經著早有記載 晉朝事後曾有一位趙夫池突然分決 五日而方轉成 你害得自己廢寢忘食 公主還沒醒, 你已經先行分決 吃東西了 當時扁著曾經說捱咎方法 斟刺百回, 關元月, 太冤月 搖傷喜 你已經日夜守在公主身邊 你什麼方法都試過了 公主一樣毫無喜悉 你根本瘋人說無幻 你就算將自己折磨致死 公主一樣反雲罰術 醒醒吧, 搖傷喜 不是的, 你跟我來吧 幹什麼? 你看, 公主的臉色紅潤, 氣血漸通 我早午晚幫他施針, 救陰念陽, 脈象鑽 我跟公主聊天, 她眼皮還會跳動 她真的好快就會鬆醒 公主, 五日三省五身 為人謀而不忠乎,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公主, 是三信 彭三信, 打不死的彭三信呢? 我知道你對公主情深已切 但是關心則亂 依我看, 公主依舊創白 如飾言如雕像一般 你所謂的眼皮雕道 根本就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 是幻象 不是的, 我沒有幻象 公主她真的有感覺 好…你說有就有 有…公主的手指動, 真的動 公主的脈象, 沉耳有力, 平穩和盤 確是蘇省的先使 奇蹟, 真是奇蹟 正成所知, 金石為開 我都說公主會醒來 她真的有知覺 她真的聽到我們說話 好, 遙相起, 你要支持下去 公主你也是 你也是刀切劍斬, 雷劈火燒 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猶神 打不死的火鳳凰 三上, 老百姓流傳說 京城東赴西貴是否屬臣? 回皇上, 東城乃是曹運所在 是, 願何興建不少倉庫 儲存的都是京官六米 所以富商較多 而西城因就近皇宮 皇宮大臣都會在西城興建府邸 住的都是達官貴人 所以京城東赴西貴之說 由來已久 那南貧不賤, 又是否屬臣? 朕作爺看就節 得知南郊沙子口失火燒了三日三夜 朕一直為此耿耿於懷 袁大人不是已經稟報了 說大火已遭撲滅並無死傷 皇上無需操心嗎? 朕聽保陰說 京城表面繁華昌盛 實質貧富懸殊 住在南郊的大部分都是窮人 他們一大個鵬子絕十幾戶人 有腦有少 遇到火災的話, 必定走避不及 災情有多嚴重, 可想而知 又怎會毫無死傷 皇上心是家國, 關懷百姓 那是百姓之福 朕真是很想親自出宮 看賊民情得知真相 三上不如你帶朕出宮 皇上, 若在宮外發生意外 奴才擔多不起 朕真的不想再做一個昏君 朕要效法康熙乾隆兩帝 以百姓為本, 親身體察民情 才可以急百姓所及 難得皇上心喜百姓 不如先就請兩宮太后和六皇爺 萬萬不可, 阿良一定不會贊成 只要朕這三天徹夜不休 批餘所有奏捷 三天之後, 祖朝過後 我們就可以喬莊出宮 天黑前返回宮中 皇上私自出宮, 知事體大 萬一被人發現 羅祥就算有多少頭腦都保不住 三順, 除了你, 沒人可以幫朕 慈禧太后非常迷信 話說當年, 他拖著當今皇上 就找來陰天鑑看風水 還找了吉偉炮喜坑 炮喜坑是滿人的古老杂造 每個生兒都找吉偉 挖喜坑來放胎盤持帶 那怎麼算迷信? 慶台, 皇宮的事你知道多少? 我有什麼不知道? 炮喜坑的時候有兩個老老唱喜歌 然後放金銀八寶 好, 紅酬子和筷子落喜坑 取其快快生子 好 慈禧太后挖錯喜坑 你知道嗎?不知道吧 陰天鑑把喜坑挖在東邊 弄得當今皇上就親了東太后 慈禧這個西太后就慘了 被東邊的喜坑 累得他們倆母子狗咬狗骨 慈禧對兒子恨之入骨 不讓他成家立失, 落毒這麼陰質 一派胡言 太后不知多痛惜皇上 他們倆母子, 母慈子孝, 相如以末 興台, 你還像太后親嗎? 你這樣重上太后, 小心斬頭 這裡山公皇帝縣 你知道我嗎? 聽話就不要打算 走吧… 小心… 大爺今天有要事不跟你計較 大逆不道, 論罪當諸 你聽斬頭吧, 趕鼓佬 走吧… 好漂亮的包子 乾乾蒸土, 熱烈烈烈 一萬錢一個, 過來看看吧 一萬錢一個, 過來看看吧 你生他… 給我生他… 我生他… 給我生他… 越來越生他… 鮮龍, 你看 真的越來越多人 蒸多幾龍, 我怕不夠 好… 好… 謝謝 好… 這股鎚, 不問而知 你一定是在善蓉那裡買的 是啊 不問而知 你一定知道那裡門堪羅爵 不問而知, 你一定偷偷地 叫人去他那裡買他的包子 對了, 你最擅長的了 做人就要光明磊落 明人不做暗示 如果你想幫人 千萬不要床頭露尾 師父也以你為恥 師父罵我得好 對了, 你們倆大家對質 我拿包子去派街坊 師父 你突然間這麼多生意 我都覺得奇怪 你別當我無知苦如 我隨便一問都可以問出個底韻 你別怪我直述 你做些包子真是難吃的 難怪無人問津 再這樣下去, 包你血本無虧 其實我也不明白 你一雙考手 為何做些包子會這麼兇獎 兇獎包是我陷著眼來搓的 藥府又叫誰買? 總之包子不是這麼粗 應該怎樣? 我問你應該怎樣? 我每隔七天就收書給你 你好歹都回遍遍原字給我 我不是婦人之見 你們怎麼不聽我說 如果你能帶海走就不會出事 就算回頭我們也不會走 那就是我枉了小人 你想我怎樣? 說道理又不行, 幫你又是我做 是我錯, 是我大錯特錯 錯在我在江南為你開包子店 錯在我一直以為你會找我 錯在我以為你心中還有我 我沒有叫你等我 那好吧, 不等就不等 你不需要我, 我也不需要靠你 包子店規本與你無關 你不需要再一次一句幫我買大包 總之以後我和你何水不犯井水 老死不相往來 為女子小人難養也 是嗎? 仙蓉 仙蓉, 仙蓉你停一停 仙蓉, 你聽我說 葉克南邁是個不祥的聲師 而慈禧太后亦是個不祥人 又你? 相傳清泰的奴兒哈程 為了統一女真族 曾經攻打葉克道族 將葉克道族的南丁殺青光 跡近滅族 葉克道族的陰掌林起庭 仙蓉, 講古老母她真的走 就算我們葉克娜娜死證最後一個女人 都要向外申國內復首 但是偏偏自己太后就是姓葉克娜娜 一派胡言 數了幾十個妃嫩都是姓葉克娜娜 不是, 難道每個人都來覆仇嗎? 又是你 是又怎樣? 你說得不對, 我當然要搏你 但是每個人都黑死鹹風 不是每個人都擔於日落, 貪戀藍色 還和拳監安德海顛聯倒楓, 任命恭維 太后終於為國事操勞 廢者亡親一片擔心 你竟然在這裡穿鑿附回, 出現抵毀 慈禧斯德有愧, 浪人皆知 就知道了 全部都是以我傳我的 要不是太后日以繼夜 操勞正事, 撐住大局 你們這麼有閒情日志 在這裡茶餘飯後, 雪山盜死 如果我由得你乃橫自供 污衊太后稱譽 我就往生為人 我今天就要拆你當 棄之算棄, 一向半真半假 你何必這麼認真 你試試, 我立刻報官 你報官吧 官府也不容許你喜君犯上 君子不濫泥場, 走吧 我不用怕他 誰公, 別生事了 走吧… 走開 剛才不是你抓住我 我一定替他拆骨 各處鄉村各處禮, 入鄉要隨俗 他詆毀太后和德海 不知姐不知, 你何必跟他一方見識 你在宮中說都尚者 懂得閒事莫問閒事莫理 你出了宮就什麼都忘了嗎? 我們本來想離開皇宮 這塊是非之地 你現在遼是鬥非, 你是不是傻了? 我知道, 我按不住自己 我問你, 待會對駁公堂 你怎麼跟官大人說? 說他知道我們是太監和宮女? 我也知道 你瞧瞧, 這裡不是皇宮 紫禁城來這裡有幾百像年 是, 我再不是太監, 你也不是宮女 那剛才你為什麼不按緊我呢? 我明明這樣按住你的手 是你越老越好火, 按也按不住的 那我剛才有沒有說自己是奴才? 那有沒有 我沒有你在身邊按緊我真的不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越老就越好火, 越老就越硬頸 好, 走 鮮玉, 是不是熬得很辛苦? 雙手插大包, 插得很粗 不要緊, 以後我幫你插 你幫我插? 店舖待會關門大吉 那間店我有份的 你別忘了我叫小凌子 拿了一大包銀子給你 有嗎? 我… 你別裝傻裝蒙 你別再把銀子給我包包 別連我的老闆也虧了 鳳凰兄, 這麼急叫我們入宮 是不是發生了大事? 軍機署收到八百里快馬加急密報 閃金迴變, 軍情有變 何州以馬尖茂為首的回軍 在新勞波大舉返宮 提督, 赴仙宗, 徐文秀 先後戰死沙場, 我軍大敗 左總督要求我們派兵增滿 潘公公, 群臣等候多時 何以都還沒見皇上 奴才已經派人去通傳了 我們無謂再等 到底皇上是否抱養 或者人在哪方 讓本王過去請事 品報老爺爺 皇上不是乾清宮, 仍不是昆寧宮 民怨國和如花縣都不見皇上 皇上不知所蹤 皇上不見皇上 保陰太后 皇上見太后, 綠皇爺 勉勉, 怎麼樣?找到皇上嗎? 臣是命人找過東西陸宮 大家都說自祖朝之後 沒見過皇上 你身為皇后 也不知道皇上去了哪裡? 臣接近日 已經覺得皇上行藏有意 他經常跟三信交投接義 我還聽到皇上問三信拿銀兩 皇上身在宮中, 何須動用銀兩? 皇妃皇上是想偷偷出宮? 臣接已經去內幕府查證過 三信拿了一個妖牌出宮辦事 而身邊有一個小太監 恐怕是皇上喬章所辦 真是…豈有此理 皇上歸為九五之尊 竟然偷走出宮, 成何體統? 我還以為他潛心養性, 勤於正時 太后何周告急 臣亦不想因為皇上 他荒唐胡鬧而耽誤了軍情 危害百姓 請太后代皇上定奪 如果本宮乾淨, 豈不是出意反意 但是如今叛軍已經冰臨成下 如果再拖下去 恐怕我軍就會死傷無數 百姓生命逃退 如今軍情迫在眉睫 群龍不可無手 皇上國不可一刻無君 請太后三思 啟稟太后 皇上剛才致神武門回宮 他好像受了傷 皇上, 盧長不如揹你去預約房 不用, 朕沒事 皇上 皇上 寶欣你怎麼知道朕在這裡 太后和六王爺已經知道你偷走出宮的事 何修軍情告金 所有大臣已經集齊養心殿到後駕 回文喜二軍實在太槍拳 臣認為應該趁此機會 加重兵鎮壓, 殺一幾百 反… 反見皇上 免 謝皇上 何修是否出事 回軍是否反攻 皇上報理盆山 可應該施行哲理腳傷 保重龍體圍繞 朕姐皮外傷 我軍情況如何 皇上 皇上, 博士有太后把持 亦有群臣相義 皇上大可放心 皇上, 龍體為重 人來, 護送皇上起駕 立即傳召御醫 去昆寧宮為皇上療傷 爭 閃金回變持續了十幾年 不可以讓他們蠶食我郭疆土 西陵留錦棠統領 對付回軍素有經驗 立即派他前往河州 奴才向太后請安 你擅自帶皇上出宮 竟然還敢來見本宮 確實大膽 奴才之罪, 奴才願意受罰 但是皇上出宮 確實並非一時貪玩 無需委屈狡辯 太后, 皇上出宮 確實是為了大清 南郊乃貧府之地 一旦失火非同小可 皇上怕朝臣報喜不報憂 怕上宙的災情不盡不實 於是特意出宮視察 果然一如皇上所料 災情確實比上宙的嚴重百倍 南郊大火, 吹毀所有樓房大街 災民三差不計, 哀雄遍地, 家破日亡 皇上責心人厚, 向災民捐贈銀兩 誰知道災民一見到銀兩 就蜂擁而至 是奴才護駕不力, 致令皇上受傷 皇上此行確實並非為了玩樂 皇上確實愛民如子, 急災民所急 好啊 都說完了嘛 皇上用心良苦, 望太后名鑑 行了, 本公明白 兒臣向押娘請安 免禮 借押娘 奴婢向皇上請安 免禮 借皇上 押娘, 兒臣正在看近幾年軍機署的奏捷 和閃金迴變的記載 正在想 應該如何儘快解決閃金迴變的問題 不必, 本公已經和陸皇爺相亦好 黑日派兵增援鎮壓 回民起義軍空罕飆蓉 兩軍交戰就會一觸即發 如果要等皇上回來之行定奪 稍一遲緩就會死傷枕寂 朕實在沒想過 只是離宮半天就會牽連甚大 你身是國家社職安危 怎麼可以輕易私自出宮 朝中不能一日無君? 朕離宮並不是去玩, 而是去看賊民情 群臣個個忍惡揚善, 貪功毀過 朕這次親眼看到災情如何嚴重 足以證明大臣個個都欺上門下 每年有幾千份奏捷 難道你能夠一一越南? 邊疆的省份, 皇上你也要親自去看嗎? 大青江山這麼大, 你看得多少? 群臣有所隱瞞 你就應該切法逼他們說真話 他們就是不肯對朕坦白 那你就要努力建立威信 不是朕未能建立威信 而是群臣個個楊奉陰為 只要朕一令轉輩 他們就在你面前參朕一本 以為朕就真的不知道嗎? 他們說朕至累短淺, 不分慶重 未成氣候吧? 只因為你堅執好成 朕並非好成 重建元明苑一事 陸皇叔說此舉好費巨大 動搖幫本, 必定引起民憤 其實全部都不盡不實 不, 實情是陸皇叔知道朕根本沒有實權 群臣亦趨炎附勢 個個爭著在你面前進參 一國之君就如人之首奴 群臣就是你的手腳 如果你不可以控制你的手腳 命令他們幫你行事 就如癱瘓病者是廢人一個 世太后何尚不是其身不靜 和太監苟且, 德行有規在先 自己也未能服眾 如何加朕服眾 你說什麼? 朕還我娘你 自己也其身不靜 上糧不靜下糧歪 你沒資格教訓朕 原來你還是覺得我私得有虧 我以為你懂得分是非合白 原來你還是命幻不靈 你真是難成大器 你如此芬蓉 我如何將大清作魂交託給你? 由明日開始 我會在此誰練執政 來 參見太后, 皇上著奴才通傳 龍體為和, 今天不會上朝 太后, 皇上三天都還沒上朝 到底所患何病? 只是偶染風寒而已 皇上龍體未遇, 讓他好好調養 六爺, 開始啟奏 朕 皇上, 日上三干, 起床了 朕病情毫無喜悉, 讓朕休養 皇上, 你三天沒上朝 排山倒海的政事正在等你定奪 有陸皇叔和額良操心 何須朕廢神 皇上根本是詐病不上朝 是的, 朕是詐病 但是朕的確是無若可救 不是的, 皇上 皇上是一個明君勤政愛民 這次只不過是小小的挫折 你千萬不要氣餒 錯, 你們通通都錯 朕的確是一個窩囊 在額良眼中朕一無是處 在群臣眼中 朕更加是一個容辱無能的昏君 朕不想聽你們碎水不憂 皇上… 皇上… 皇上不要再煩惱朕 退下, 退下 天就向皇上請安 請皇上翻牌子 朕無心情翻, 你退下 皇上多天沒翻牌 眾小柱擔心皇上屈不寡歡 也很想討皇上歡心 還是一幫膚躁伏眉的後宮怨婦 個個蓮花碎步, 笑不露恥 看見還煩 奴才也明白, 即使後宮三千 都未必各個貌弱天仙 怎麼看得公外面的姑娘好呢 甜如蜜箭, 繁花似錦, 五光十色 京城當真如此繁華? 正是 京城外面有戲斑, 茶館 還有名文下義的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有何特別? 是被達官貴人尋回文柳的好地方 皇上有所不知 那裡只是掛牌的妓院都有百多間 還沒計算野奇和暗昌 竟然如此繁省 朕一直說要看察民情 偏偏忽略了民間的芙蓉風雅 皇上, 三少爺在下面等候 別打擾朕, 阿慶 天仇繼續說 是, 皇上 八大胡同姑娘分南班和北班 南班的姑娘當字比較高 也叫清淫小班 會陪客人品茶、唱戲 深得問人麥視所喜愛 是, 至於北班呢 三信爺, 和尚叫你稍等 有勞了 三信爺, 和尚叫你甩就叫給你鑽 我扶著鑽一下 他在主人真的無憂 bel 他好像有種水嗎? 他在主人心裡 你這樣有勞了嗎? 沒得診症嗎? 喜爺瘋瘋癲癲地把人趕出來 還跟孫姨他們吵得不可開交 你跟喜爺是兄弟,就勸勸他吧 好好的不行 本就算是真是藝都莫充一事 你可不可以有石頭頭呢? 連湯武士醫生也無能為力 你死了一條心 喜死回生是不可能的 你看你煲這麼多藥 都是白費心機而已 別吵了,都叫你們讓我安靜一靜 你們幫不了我就算 別再叫你水水不休 姚雙喜? 不用勸我,公主他還沒死的 我不是勸你,我是勸你們 你們信雙喜,公主不是活死人 我親眼看到他的手指頭動 你們暫意為了什麼? 救人一命勝做七急浮徒 幾秒忘記都要試 你又何苦跟他爹呢? 已經弱石無靈了 好好地不行,是不是要打? 什麼?幫不了他出去 在外面診證,在外面訪問 出去,不要回來了 雙喜,真的有辦法救公主? 這本是撞地的醫書 裡面說以偏斗偏,非公不黑 當以去邪,去邪不考,二人先亡 正邪兼重 等等… 那是怎麼樣? 公主的心揚氣虛,心惑無靈 以致血氣不通 既然補藥不靈 我決定孤主一閘,以毒攻毒 以毒攻毒?很危險 如果連續用毒,公主必定難以承受 一旦公主面露暗色 我就要立即撕針,輔助正起 否則公主性命堪斷 那還嘗試? 一定要嘗試 如果在三天之內能破通經脈 血氣得已混行全身 公主就可以醒醒了 三天? 我來吧 我來吧 此够跌弹 现实要隔开 明月如日光 能外面两宫处 沉思晚饭学习 年年缺口 永未及传远 冬至更下刻 无法一情共处 未结束 又没办法开始